我们这次的成语故事 讲了一个成语 三分五点 这个三分五点这个成语呢 他出彻于左传 超功十二年 他讲的是 王曰 这是一个王者之人 这个王者之人他就讲 如果是一个粮食呢 他会很会观察 只善四字 他能读通三分五点八朔九秋 好了这里面解释一下 他说这里面这个左传 他其实是根据春秋里面 重新有左幽冥 在详细的解说春秋里面的故事 他就在超功十二年的时候 有个王者就这样子做了一个言 如果你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读得通历史 写得出历史的这个人呢 你必须很善于观察 而且能读通三分五点八朔九秋 三分五点指的是福西 神龙 还有皇帝 这三个人留下的东西 但是那时候有没有留下呢 现在没法考证了 因为在我们的历史的史书记载里面 很多都是传说 传说有这么一三个人 他们留下来的这是三分 五点呢就是后来的那些当王的人 三王五帝 这五帝了 邵浩 专书 高兴 高兴 遥 顺 这五个人 他们留下来的历史 这就是三分五点 八朔呢 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讲的八卦 《易经》 九秋呢 就是九个州 这九个州里面叫 季 运 清 楚 阳 京 玉 梁 雍 季州 雍州 青州 徐州 阳州 京州 玉州 梁州 还有最后一个第九个 雍州 这里面就是三分五点八朔 它的这个来历 好了 讲完这个三分五点八朔的这个成语 我们就略略介绍这里面的两个字 一个是焚 一个是点 专门介绍这个焚字 这个焚字 它其实这个字大家都认识 霸 这个霸 由贝 这是贝壳 拍开两边 我们都当成它宝贝 它在土上 在上面埋了土 因为这是大家都我们认为这是好东西 好东西 再加上土上去就燃成了一条霸 我们经常讲它霸 这个霸呢 其实以前的霸子还加多这样一个 头 还加多这样一个 完了之后 这边改成一个阁 这才是霸 那么 这个字呢 它是热热讲话的 其实它最早的大霸的霸不是这个字 完了之后 上面最关键它不是这样的一个来源 它是 这个字 是一个吵字 这个字 这个字是个吵字 就是生长在地上的那些草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草制成这样的草 完了之后 在这个地方呢 高出来的一些地方 长得很茂盛的草 在家的土之边 它表述的是高出来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坟呢 现在我们是把它当成坟墓的坟 但是在以前的史书 最早的史书里面 它这个坟呢 是一个很高大 在我们的心目中 它是有一种 使得我们很恭敬的地方 所以我们三坟 福西 神龙 和黄帝 他们三个人留下的这个东西 在我们的心目中 都是很高大的 当然 它以前我们的人 一般当财富的话 都以备为主要的一个根基 在在上面 长满了很充容的植物 旁边一堆土 那么现在就把这个土堆 堆成的地方就叫坟 我们现在跟原来 它比较有更加深的含义的那种意思 多多少少有点出入了 它用了它单纯的 很单纯的一个义 就是我们现在人的理解 其实在这个主人的理解 这个坟是很高大的 好了 再有这个点 这个点呢 它其实就是一册书 这就是册 如果不要在这里中间的话 它就是一个册 这就是以前用木 或者竹条 把它把这些竹一片一片的削开 这里面写字 这里面写字 写完字之后 这些竹片 把用羊皮把它穿起来 把它穿起来就成了我们这个册了 一片一片的穿起来 它就成为册 再把这样一册一册的东西 放在一个高台上 这就是我们的点 经典的点 这个字就是它一册一册的书 放在一个柜子 或者是一个架子上面 很多的放在这里 它就成为我们的点 这些点 它表示 它有很多很多册的书 放在上面 好了 这次我们的成语故事 三分五点 就介绍到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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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钟 三分钟 这次我还给你